PS5版本的使命召唤19第三季 前几天已经上线了 但是有很多同学问我 没有中文了 今天我看了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有中文 而且是简体中文 我分享一下我的设置 主要是两方面 一个是PS5的设置 入境是进入设置 系统里面有一个语言 我这里选择的是简体中文 另外进入COD19游戏 先按选项键进入设置 到界面 这里面有一个语言 我选择的是简体中文 我这是国行PS5 登录的是港服PSN商店 各位没有中文的同学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设置 顺便再说几个 关于COD19的一些设置 首先这个游戏是需要 加速器才能玩的 但是如果你玩单机剧情 这个是不需要加速器的 虽然不能登录进去 但是可以选择离间游玩 但是如果要连网多人对战 一是要有PSN的一档会员 二档三档也可以 第二要有一个加速器 然后下一个我发现 这游戏网络突然变好了 在游戏设置网络里面 可以看到延时只有三毫秒 这个很不错 下一个要分享的 它就是体感瞄准 我之前设置的是体感瞄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征机之后把这个体感给我关掉了 主动打开方式 是先进入设置 然后有一个控制器 然后按R1切换到高级 下面有一个叫陀罗伊瞄准 在里面打开 举枪瞄准就可以了 这个很方便 有点塞尔达的味道 很自然 最后再说一下手柄声音 默认情况下 可能也是更新之后 它把设置初始化了 玩游戏的时候 手柄声音特别大 都是英文也听不懂 很操杂 我们在游戏设置里面 有一个声音 声音里面有一个聊天 把这个聊天关掉 这样就没有声音了 但是下面那个近距离聊天 还是没问题的 这样玩起来 游戏体验会更好一些 好 就分享这么多 希望给各位参考 感谢观看